够了 兄弟啊 我真的听不下去了 你每次扯什么身高干嘛 什么你不高我不矮的 那比于中中的偶像剧还要恶心 思思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叫我骚扰你 你想清楚 我现在就帮你教训她 李贵然 听清楚了 我姐妹思思要我告诉你 她不喜欢你 她不喜欢你 听见了没有 是吗 谁说我不喜欢她的 一开始 我是觉得你很烦很呆 生活也很难 搬家很难 加班很难 月底没钱很难 一个人害怕也很难 但是 就像你说的 我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什么也不害怕了 我就想 没事 李贵然在隔壁呢 她比我更难 管她什么实贴什么职商守则的 李贵然 我也喜欢你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 小小小的光芒啊 能将夜融化 所以世界才大 我也不怕 小小的人啊 会有人牵挂 你帮你 你不怕 我怎么说